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聊聊天 相信這陣子很快的畢業潮就要到了 然後暑假也快要到了 今年的車款市場也很熱鬧 就是有很多輕檔車啊 或是比較熱血的一些車子 年輕人所喜歡的車子也會上市 我相信每年到這個時候 就一定會有很多文章出現 就是我快18歲了 然後可不可以先買車 或是說 我17歲然後家裡都不給我買車 我要怎麼說服我的家人 再來就是說 17歲騎車會怎麼樣嗎 可以先怎麼樣嗎 反正就是諸如此類的 總結來講就是 17歲然後想騎車 或是無照想要騎車 那我對於無照騎車的看法是什麼 其實我這個人我很贊成 無照先騎車 然後再去考駕照 但是我不贊成無照上路 所謂的無照先騎車呢 就是我贊成你17歲 然後沒駕照 就先去安駕或是駕訓班 你先學會怎麼騎車 再去考駕照 因為像日本他們的考照制度 不是非常嚴謹的 他們的駕照 就是必須你要先上過一段時間的課程 你才能去拿取這張駕照 所以我其實很贊成無照的時候 先去學怎麼騎車 然後再考駕照 大家都知道台灣的駕照考試 就是進去繞個圈 然後隨便筆試寫一寫 筆試寫的問題也是非常簡單 幾乎只要你的智商是正常的 你都可以很輕鬆考駕照 那如果你稍微沒有天分一點 考個幾次一樣的東西 總是會過的 就連你不會騎車 去繞個兩三次 你的路考也一定會過 所以台灣那個機車駕照 可能就是你前一天你還是17歲 然後你不能騎車你很危險 然後就過一天你18歲了 進去兜一個圈子 你就突然會騎車了 然後你就有駕照 你就很安全了 就是大概就是這種狀況 而不是說 你拿到駕照 是因為你受過什麼認證 所以證明你可以騎車 我是認為台灣的考駕照 就是有跟沒有一樣 不管是汽車跟機車都一樣 台灣的駕照 從來沒有把一些路權啊 或是安駕的一些觀念帶進去 所以路上就很多意外會發生 當然年輕人騎的比較熱血 是無可厚非嘛 因為大家都年輕過 所以這應該更要讓年輕人 去提早學車 學習怎麼安全的操控車子 還有什麼狀況該衝 什麼狀況不該衝 我不敢說我自己騎車紀錄多好 我自己騎車到現在也常常會 就是判都會miss 或是跌跌撞撞的 我不敢說自己騎的紀錄多好 但是在我騎車的這幾年來 我聽過幾次安駕講習 或是接觸過幾次安駕的課程 我知道這其實對騎車非常有幫助 那現在網路上有很多的影片 如果你想學騎車的話 或是說你的小孩剛好是17歲的話 我建議不妨就是 當父母的你陪著他騎 然後就是告訴他說怎麼安全的騎車 在安全的場地 你們可以找個停車場 找個封閉的地方 然後你帶著你的小孩去這個地方 你教他怎麼騎車 然後讓他先學會怎麼掌控車輛 而不是就是完全的禁止 反正你想騎就是不能騎 就等18歲再騎 然後就是一味的禁止禁止禁止 然後到最後的結果就是 你越禁止他越要騎 小孩子就會偷偷跑出去 可能借同學的車啊 借朋友車 或是更慘的直接去 用別的名義去租車來騎 然後出意外的時候 就很麻煩 非常的麻煩 無其是保險理賠 他是不理賠無照的 所以 比其讓你的小孩或是 你自己去到處亂衝亂撞 去網路上到處亂跑 那不如就是當家長的 或是你自己跟你家長講說 我想學騎車 然後 有這方面的教材或是課程 讓我去上 或是讓我看這支影片之後 找個封閉安全的場地 自己先練習如何安全的騎車 我想這才是 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這也是為什麼 我從剛剛就說 我贊成不照先騎車 但是我贊成不照先上路 那以上 就是 這次我想跟大家聊聊看的 如果你家的小朋友也是17歲 最近也是在可以吵這個問題 然後 或是你自己17歲 最近也在跟你爸媽吵這個問題 你不妨用這個角度去切路看看 然後選想想看 你就會發現 其實這麼做是比較好的 至少 你的小孩不會 因為沒騎過 就是越越越試 套其心嘛 然後就上路去橫衝實況 而 你也可以 大概 有程度的掌握到說 你的小孩騎車天分怎麼樣 或是他 學騎車狀況怎麼樣 那 耳後 他在考到駕照的時候 上路的時候 他也可以更安全 然後 你也可以更放心的 讓他去騎車 而不是說 今天不會騎 然後 明年有駕就是會騎車 然後 出去 就是 橫衝實狀 一下就出車禍 那 這個 已經 是每年都在上演劇本啦 對啊 剛好駕照 一定會刷掉一波人 那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這支影片 然後 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按讚 跟分享 訂閱 這次的分享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